有關人員在1月18日檢查一批由馬來西亞報稱做汽車離检的空文貨物 當透過X光機檢查這批貨物的時候 發現其中五箱貨物的X光影像有可言 當關員進一步打開這五箱貨物檢查的時候 就在裏面發現120包藝裝成為茶葉包裝的懷疑陸安堂 當時來到的我版貨的外表就是現在大家所見到的 它其實是分了上層和下層 上層是比較大件的 下層是比較小件的 上層的外表就是這樣 當打開石子之後 我們就發現裏面總共有八箱貨物 當我們用X光機檢查這八箱貨物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裏面有一些很明顯的金屬物體 是跟它報稱汽車離检是相符的 然後我們就檢查比較小的一批貨物 當打開石子之後 是有五箱的貨物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它所用的膠紙是用了紅色的 當再透過X光機檢查這五箱貨物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在箱的底層下面有一些很整齊排列 而密度非常之高的影像 因此就來到我們的關聯起了可疑 當我們開走這些喇叭之後 在箱的底層 我們看到一些用石紙真空包裝 表面類似是柴包的物件 當我們打開石紙的時候 就發現裡面是一些白色的徵作物件 其後我們用初步的測試劑 測試過之後 就懷疑是陸安徒